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7日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蒋文杰 首先带你看到花莲县政府在县府大礼堂举办12月份祈祷早餐会 县长徐真卫是带领各局处首长以及同仁 与县内的各教会牧师共同助导 而徐真卫也感谢所有局处首长陪伴他度过这一年的大风大浪 并鼓励大家在这个疫情之后有重大的活动就要陆续的展开 并以积极的态度朝向人生的目标勇敢迈进 欢迎县政府祈祷早餐会17号在县府大礼堂举办 由花莲真礼堂彭志勇牧师主持 现在许中为企业同县府秘书长严新章 各局处首长以及同仁们在各教会牧师同仁伙伴陪同之下 以诗歌赞美分享回馈祝福祷告等方式期盼突破逆境 迎向朝阳与宣明共同努力向前行 加进来让这个城市非常非常的温暖 没有 非常温暖 然后没有一致性或者是没有它的信用性 所以在生活中必须去减少减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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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信仰也是如此 所以常常我们有句话叫无欲则刚 这个欲代表很多 物欲的欲 信念的这个欲望或是什么欲望都有 但是无欲其实它就是最刚强 表现的最刚强 我们的初衷在哪里? 不忘初衷 莫忘初衷 那我们就很多的困境 也不是困境 因为我们无欲 因为我们的初衷 永保的单纯 单纯就是利亚 简单就是利亚 所以其实我们花莉新政府 其实这个会期 我相信大家遇到了很多很多困难 但是我觉得这些困难 可能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做得更好 现在徐政会已之前举办 城市美学讲座心得 齐眠幸福团队将艺术生活化 减化心中的温乱思绪 让美感融入城市 化连未来的城市愿景 然而他必须审慎考虑 如何将花莉元素与公共建设融合 建构属于花莉的美学 让花莉的建设有其独特性 让花莉共好共融 防普贵真 会中美联系会牧师萧平 博华经纪会张牧全集 花莉真理堂 彭志勇牧师 共同为县长祷告 请让花莉在县长的带领之下 大步发展 各项产业蓬勃发展 为县命营造适合的生活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